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沟通不良 第二交通状况连连 或者是天气变化多端 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因素 大家要追好气象预报 以及在沟通的时候请多注意一下 你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感觉不要太多 因为水星在双鱼的停滞 就很容易钻这种牛角尖 觉得feel不对 如果觉得feel不对 就多问两句 不要藏在心里 当然这也很容易让心里有问题的人逐渐爆发 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有病逝感 你才有机会好好的疗愈自己 所以情侣们好好的沟通你们内在的思想好吗 再来就是火星了 火星会在周日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移位 那我们都知道火星要移位的话 代表本周这一整周就是火星射手的最后冲刺了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最后冲刺能量一定很强 它强在射手座 所以如果你是学者 你是航空公司的人 或者你是跟宗教相关等等 这类事物都要小心了 因为有可能火能量是冲着你来的 它有机会让你大红大紫 当然它也有机会伤害你 所以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 或者是在处理这种文化差异的状况 很容易擦枪走火 然后很容易有一些状况出现 自己当心了 那此外呢 礼拜天火星会移动到哪里呢 那就是摩羯座了 那火星移动到摩羯座 这是一个强势位置 也就是火能量挺强的 这个强还蛮好的 因为它代表我们要开始栓井发条 要开始on schedule 要开始好好的把事情做得很好 很完美 除了长官老板这样交代 我们自己也觉得来的事情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如此 那这个是礼拜天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放松一下 没关系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那就是白羊 狮子 射手跟双鱼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呢 欲速则不达 你很有冲力 很有活力 没有错 可是呢 你有时候见树不见灵 你只看到一个目标就冲过去了 可是这对大局来说 可能是有妨碍的哦 所以在冲刺之前 请看清楚哦 那另一个呢 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上 你有机会跟非常专业的人合作 所以是强强联手就更棒了哦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困难 请教专业 千万不要舍不得花这个钱 那应该效果就会很好 另外一个呢 是射手座 射手座的工作方面呢 最近进入了一个比较钻牛角尖的时期 比如说你更需要自己独立的思考 或个人的空间 所以越安静越好哦 不要置身于嘈杂之中 你反而会很难做出决断 另一个呢 则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 你相当的强势哦 这个强势 或者是某一种保守 不愿意改变呢 会带给你很大的麻烦 或者是你一直用你的方法去尝试 就会卡在那里 要不要换个方法呢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金牛 双子 天平跟天蝎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 我会建议你以退为进 以柔克刚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一点难哦 因为对你而言 你只有动跟不动两种 但是我要你柔软一些 的确你会因为柔软而得到了额外的很多收获哦 比如说听到了对方的心声 或你们之间有机会更进一步 另一个呢 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感情方面会遇到蛮同类型的人哦 对方跟你是比如品味相同啦 兴趣爱好相同啦等等 就会增加你们不少话题哦 而且相处起来很舒服 恭喜你了 有机会一见钟情 另一个呢 是天平座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 没有机会就算了 我们就赚钱去 有机会的人 你们的发展将会非常的好哦 对方应该是条件也挺不错的 而且充满了诚意哦 他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这种概念来接近你的 所以可以慎重考虑一下 另一个呢 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你会觉得你的情绪化有点严重哦 心情时好时坏 你又会想很多 然后又会对别人的暗示可能过度敏感 所以不管是对现在的感情或者是可能发生的感情 都不见得是好事 因为你太患得患失了 也许你可以多看一些身心灵的书 平衡一下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了 那是巨蟹跟水瓶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最近在金钱方面可能会有大笔支出哦 虽然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很清楚你要把它用在一个 对你有意义的地方 可是这个金额还蛮大的 所以这个投资 你要赶快准备好子弹哦 那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 也许会遇到有人跟你借钱啦 掉钱啦 这一类的烦恼 算是有点人情世故的压力吧 不过呢 相对的 你如果去跟别人要求资源的话 也很容易要求的到 你周遭是有贵人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开口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就是处女跟摩羯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健康方面真的已经面临到不处理不行了 所以你是不是有哪个地方 你自己本来就觉得怪怪的呢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发病的时候 抑或是老毛病复发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倒是恭喜你 在健康方面 你的用心看得见哦 你最近可能有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走路走多了一点 睡觉也睡得好一点 所以健康状况有好卷哦 恭喜你 各位朋友们的窗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